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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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起最大的福 承 最大的山 走 跟上明天是 放生去走 跟上明天时放上去 每一份爱 每一天 世界万物永恒 一切无常能量 世界无不散的夜行 终有一天会离去 人生多变化 一切无常在 拥有的一切将会在你 认识佛陀 一 佛陀是怎么来的 成佛的因是什么 一 佛陀是过去在有学位之时 做了许多的集资净罪 由此而来的 二 佛陀最初发菩提心 后经三大阿僧奇节 累积资粮 最后成佛 一 在第一大阿僧奇节 主要是跟随五千位佛 听文学习 二 在第二大阿僧奇节 主要跟随六千位佛 听文佛法好好学习 累积福德与智慧二资粮 三 在第三大阿僧奇节 主要是跟随七千位佛 也是学习佛法 累积福至资粮 最终成佛 四 由此我们了解到 佛苦味的获得并不容易 必定要经过许许多多资粮的累积 辛苦而得 二 佛在三大阿僧奇节中 所累积的福至资粮 都是在菩提心 摄持之下 所累积的 这样 所累积的 这个善业 在未成佛前 都不会晚尽 三 以菩提心为摄持 功德善根大幅相同 一 对佛教徒而言 生病人 生病时 可能会为了病好 特别 特别会去修一些法饰 去做一些法行 诸如 诸如拜灿 放生 烟共 食食等 这 这时候 如果我们的动机 只是为了求病好的话 一旦病好了 那么 所做的这个善业的果报 也就成熟结束了 二 当然 最初动机 是希望病好 但我们 可以再对 我们的动机 做个调整 也就是 把我们的动机 从单单求疾病 能够赶快痊愈 调整成 为了一切有情的毅力 都能承办 因此 我希望能够承办佛果位 为此 我做这些法行 希望疾病痊愈 三 由于有菩提心的奢侈 你现在所造的这个善业 不会在你病好之后就没有了 会一直延续到你成佛为止 四 因此 所有 我们所造的善业 我们都应该回向 我们都应该祈求 回向 愿我们所造的善业 成为能够承办利益 一切有情的因 当我们内心一直朝这方面祈求 回向 实际上 实际上 我们自己也会得到好处 五 六 我们应该这样想 希望那些不喜欢我的人 我的第一任 他们也能够快乐 虽然这样想 一开始心里会有点不太舒服 可是我们还是要这样去想 我拍照 甚至还是要这样去想 我们再也听我们的这个危机 人 中文靓 7.如果我们去祈求回向我们所不喜欢的人 希望他也能够成佛 希望他也能够从烦恼障所知障的束缚中解脱 这样子的回向 对我们自己也很有帮助 8.如果我们只想着 希望我的亲友们都能够获得快乐 都能够得到好处 这样有所值的想法 利益很有限 9.如果我们只想着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敌人一起观想进来 这很重要 如果你的敌人被关进监狱里面 你应该想 希望他能够从监狱里出来 这样的祈求回向很重要 4.佛陀的身形之所以如此庄严 是由于过去 他在有学到 修习安忍度的缘故 5.就因果而言 1.我们之所以感得受用圆满 是来自于不适度 2.之所以能获得善的所依 来自于耻戒 3.之所以能感得身形庄严 来自于安忍 6.如果看到别人长得很庄严 都是由于过去世 忍辱 修得很好 所以 如果想要来世 长得很帅 长得庄严的话 现在就要修安忍 7.如果自己很容易生气 就要想办法让自己不易生气 方法就是思维春会的过患 1.称会有什么过患呢 有这一辈子 就可以现前看到的过患 以及虽然没有办法 现前看到 可是依旧存在的那些过患 2.在此身 我们就可以现见的春会 过患有哪些 如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爱生气的人 身边不会有很多亲友 很好的朋友 就算有朋友 也常常和朋友和不来 3.现前所没有见到的春会过患 有哪些 比如 来生可能会由于我们这一辈子 春心的缘故 而落入三恶道 或即便 我们来生 并没有投到三恶道 而身为人 我们也会长得不好看 8.关于忍辱庄严的典故 佛经上如此记载 1.我们现在是处于有佛法的时候 可是佛法会日渐衰退 到最后 这个之间会充满着各种疾病 有很多的战争 会使得人的寿命越来越短 而我们 人的身心 也会越来越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就是在如此 人跟人彼此争斗 砍杀的时代 弥勒菩萨会以非常庄严的化身 来到这个世界 由于弥勒菩萨 以非常庄严的身形 来到这个时间 那时会有很多人 都喜欢弥勒菩萨 感觉他非常庄严 就问他 您为什么能够长得如此庄严呢 3.弥勒菩萨就会开始 我的庄严是来自于忍辱 所以你们彼此之间 不要再互相杀害 再互相神弃 4.弥勒菩萨做这样的开始之后 那时代的人就相信 弥勒菩萨所说的话 彼此间就停止互相伤害 和无相处 由于此心不杀之故 人的寿命就会越来越长 这是关于弥勒菩萨的 一个典故 有情在弥勒菩萨化身的教化时下 寿命就越来越长 等到人寿八万岁之时 弥勒尊佛会降神来到这个时间 6.弥勒尊佛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显结的第五尊佛 我们在第四尊佛 释述菩萨的教法弘扬的时候 尽力对释述菩萨的教法做文私修 即便我们没有在释迦佛 注释时得到什么正量 可是到了弥勒尊佛来到这个时间之时 我们肯定会得到解脱的国位 7.弥勒菩萨的这个例子 是在说修安人的功德 所以修安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平常与人相处时 不要彼此争斗或伤害 从修习利他的观点切入 敌人是你真正的导师 因为只有他能让你修安人 8.没有修习安人 就会被愤怒左右 而不能培养真正的爱和思悲 因此 面对敌人 我们反而应该内心充满感激 9.佛身的分类 有好几种不同的分法 若从二身的角度去讲 就是法身以及色身 1.佛的法身 指的是佛心相续当中的一切种质 或者说智慧法身 2.至于色身则有两个 一个是化身 一个是宝身 我们对佛陀外相的理解 就是佛有三十二相 即八十随行好 10.佛经论上用 妙好监视众向华夫 这八个字来解释佛身的功德 此中包含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1.佛身的庄严主要是由修行忍辱得到的 实际上 佛的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的庄严 也是由许许多多的因累积而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在修皈依之时 若时间充裕 也可一一针对佛陀的三十二相去思维 3.佛陀的威仪 佛陀在往来行走的时候 他的威仪是安详、稳重、非常庄严的 不会有匆忙或迟钝的样子 4.佛陀的坐向也非常地如理 看起来非常地庄严 4.佛陀在来往行走的时候 身形也让别人觉得非常地悦意 4.虽然佛陀的威仪是如此庄严 可是有时候 为了要调普或射手某些众生 4.佛陀也会故意有不同的走路姿态 5.佛陀的化身 会配合所要教化者的需要 个性等等而有不同的变化 5.佛陀会随顺众神根基 而视线该有的形象 连圣者菩萨都已经不会再有 生老病死等病苦了 更何况是佛陀呢 但有时 佛陀为了要教化弟子的缘故 他会视线出生病的样子 所以,佛陀有医生 比如,启婆就是佛陀的医生 6.佛陀时常教会弟子 行仪必须端颜素整 内减其心 外疏其身 无论动静举止 皆如法如利 如佛所教 设立佛尊者 初见马圣彼丘 威仪影序 因而 深圣恭敬 欢喜 归信佛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意 共募福恩 避免信众 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 共募福恩 现场无法立派位 请上网登记 为往生49日内的王者回向 立刻登记毛孩 桃园佛教联社公告 本联社原定于111年10月27日至11月30日至 旗舰传授护博千佛三坛大戒会 因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在国内蔓延 戒会筹备工作受阻 为守护戒子在更安全的环境中受戒 及戒会各项筹备工作能更加完善 本次传授护博千佛三坛大戒会将展延 期间日期是疫情状况例行公告 感谢十方长老大德筹备期间 对戒会的护持与协助 期待疫情早日消弭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展延造成诸山长老及诸位护法大德不便 诚感潜意 仅以此寒 启白十方 无限感恩 桃园佛教联社助持 试云矮致敬 中华民国111年7月1日 从前在佛陀的居所附近 住着一个名叫勾格的猎人 脾气暴躁 不通情理 一天 勾格带着一群猎犬到附近的森林去打猎 途中遇见了一位突破的比丘 勾格没来有的升起起来 口中不断咒骂着 一早就先碰到了个光头 真是倒霉 骂着骂着 勾格还是带着猎犬们往森林的深处前进 比丘也继续前去画园的村庄 在回城的路上 什么猎物都没猎到的勾格 竟又遇上了突破回来的比丘 这下心情更糟 看到比丘迎面而来 他满腔无从发泄的怒火又熊熊燃烧了起来 今天什么都没猎到 一定是这光头海的 没想到一天来回碰上两次 说不定接下来几天都一起倒霉了 慎怒之下 勾格当场就对身边的猎犬下令 要他们把比丘吃掉 今天出门打猎 白忙了一场都是你害的 你这看到就让你倒霉的光头 比丘惊慌地说 这位先生 我跟您树为平生 无冤无仇 你怎么就突然就要自我于死定恶 勾格一心只想将比丘除之为快 情急之下 比丘只得把腿飞奔 爬到树上 猎犬们不会爬树 于是便围在树下不停狂吠 勾格也随手抽出了箭 往树上不断搓刺 比丘在树上拼命地左闪又躲 狼狈不堪 一不小心 他的袈裟就从身上滑落了下来 正好当头坐在勾格身上 看起来就像勾格穿上了袈裟一样 一旁的猎犬看到穿着袈裟的人 都以为是比丘掉下来了 再分扑上去狠狠地撕咬 勾格马上就被咬到皮开肉绽 奄奄一袭 比丘爬下树来 看到已经断气的勾格 心里觉得十分难过 他心想 虽然我无心杀人 但这个猎人 还是因为我不小心掉落的袈裟 而被猎犬咬死 我这样子是否也算犯了杀戒呢 他越想越不安 即刻到了佛陀面前请示 佛陀听了事情的原委 便安慰比丘说 比丘啊 你并没有过错 那个猎人是因为自己造作恶业受害 而且他上辈子也同样是个伤害无辜的人 学佛多一点可以告诉孩子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典故 让孩子知道人生无常以及如何去应变 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他的一条路走 每个人的人生之路都不一样 但是如果有了坚持的原则与信念 人生之路可能会比较平顺些 无常是佛教的真理 佛陀告诉大众 无常是世间的真相 人的一生从婴儿、孩童、少壮及子